這次的話等一下小心 因為它的那個角角的那個辣度 真的會有一點辣 怎麼樣 這一次的辣度 好痛喔 好像 你這樣吃那麼大口 我還以為是 它有一點吸到那個湯汁 真的是麻辣湖摸墊嗎 真的啦 沒騙你 而且你是不是覺得它超級懷舊感 你覺得像什麼 很像那種賣古物的那種 可能展覽古物的那種博物館還是什麼 但我就不覺得它是可以吃鍋的 真的是麻辣鍋 沒騙你 我現在很餓 如果待會騙人不會生氣 我要開尾囉 確定耶 真的 這裡真的可以吃鍋嗎 真的 我有感覺到一進來 滿滿的那個中藥的香味 超香 濃濃的 但是其實我一進來是先看到這個 很像在我阿嬤家才會看到這種 對啊 這就很像中藥行 真的真的還賣中藥耶 對 這裡有那種中藥食材 老闆 嗨 是老闆吧 對啊 對啊 好年輕喔 看起來好癢 老闆 為什麼 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我一進來中藥味之外 然後後面滿滿的中藥 你是不是很愛中藥啊 對 因為我們這邊大稻埕的話 就是有很多 以前有兩百多間的中藥店 兩百多間 對 那因為我就是這邊的人 所以就是小時候常常就碰到中藥 然後加上就是 家人啊常常煮東西的時候也都會下中藥 那我就想說就是想要開一間像這樣子 加入很多中藥元素的店 那我們那個麻辣湯的話是 主打它是可以喝 因為第一它的油就很少 那裡面的話全部都是用中藥粉打碎 去煮的 那再跟雞骨跟水去煮這樣子 那碎它的味道就很快去散 那你看到的顏色它裡面的話全部都是中藥粉去煮出來的顏色 難怪 我剛剛撈半天我想說 啊怎麼沒有那些中藥材在裡面 因為我們都濾過了 其實好香喔 大家 厲害的來了 我超怕吃辣喔 我第一次吃到真的會讓我覺得是爽的耶 而且這邊很麻 我嚇到了 我跟你講 超好的 我剛剛喝下去有點驚豔的是 我真的喝在喉嚨它是回甘 我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它是鮮肉小檳榔 小檳榔 對 外觀滿像檳榔的 那它外觀除了像檳榔以外 它也有像檳榔辣辣的感覺 這次的話等一下要小心 因為它的那個角膠的那個辣度真的會有一點辣 怎麼樣 這一次的辣度 好燙喔 好香喔 我還以為是辣的耶 就是好燙 吃下去是那個有一點 因為它的這個膠有點青椒的味道 對對對 所以吃起來有點淡淡的青椒味 然後我覺得我這一次沒有這麼辣 對 這一次沒有這麼辣 對 這一次沒有這麼辣 它是香 就很像你知道綠色的糯米椒 只是有一點點辣的糯米椒 然後裡面的絞肉是 你們絞肉是有醃漬過嗎 它那個裡面是有醃漬過 沒錯 它有一點吸到那個湯汁 對 所以它的絞肉 哈哈哈哈 接下來的話 我一定要推薦這個給你們試試看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這邊大稻埕的 店家做的 和牛丸 和牛 對啊 這個的話它就是 真的用和牛 澳洲和牛去做的 而且它 做得很紮實 然後你咬下去就會有那種 一頭牛奔出來的味道 你可以吃吃看 老闆真的是浮誇戲的 甜不辣 剛剛被一隻魚兩隻的和牛 有牛 但是最好是真的有牛這樣跑出來 我先吃吃看 浮誇了 我喝了 沒有 你要浮誇 你要記得老闆說有牛喔 你要這樣突然那個喔 有一種牛奶的感覺 牛奶 我不是 你吃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牛奶 你待會兒把我翻 很像在吃美式漢堡裡面的那種肉 很厚的肉 美式牛肉 對 美式漢堡裡面的那種牛肉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貢丸的感覺 哦 換來試試 哦 有啊 有牛耶 有喔 有牛 好牛喔 不是 這一口咬開 因為它裡面的汁很多 它這邊有點牛的油脂 哦 對 就是有可能它本身肉 可能它會打 打打打打 然後把它變成肉 所以它可能肉的成分 牛肉的油脂留著 然後下去那個牛 真的是有牛的味道